一Click Radio 酒逢知己千杯小 在派对和朋友开心对饮的确是一件乐事 走了 拜拜 但是走后驾驶 你不单止会破坏自己的前途 你还有可能会对无辜的人 以及他的家人造成无可挽救的伤害 尊重生命,为己为人,切勿走后驾驶 以上是一Click Radio带给大家的讯息 前途万里,节目主持陈华雄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华雄 又到了前途万里的时间 首先在这里和回顾一下 大家的一个星期来说 北美的股市表现 先说一下加拿大 加拿大今个星期表现是先跌后升的 多人多指数 在星期一和星期二都下跌 在星期三被反弹之前 曾经跌到三个月的 即时低位是一万五千二百四十一点 但在星期三时 市场开始有个反弹气氛 除了商品价格做好之外 其他的股票表现都不错 能源类股份也升了 光日上升 多人多指数在星期三升了三十五点 星期四 加拿大公司公布了联邦政府的预算案 虽然有赤字 都是二百八十几亿的赤字 但因为它里面提供了很多 虽然有加税的成份 但有一个刺激经济的做法 各类的开支都会上升 这也带动了多人多指数 在当日升了八十五点 到星期五再升了九点 整个星期来说 多人多指数跌了八百之零点三 表现都算是一般 美国股市方面 过去一个星期 就是佛膳足尘的 因为大家都在特朗普政府 提出新衣保计划的投票前 都不敢乱来 因为它原本是星期四投票 再改到星期五投票 更加星期一、二、三、四 根本全部都是正如深海 到星期五都是正如深海 因为它是星期五 原则上是收了市后才投票的 但在收市后 共和党推动这个新衣保法案的 共和党领袖 即是国会议长瑞安公布 要撤回这个备受争议的衣保法案 因为它没有信心 取得足够票过众议院 不要说过共和参议院 成为法例这些事 这也算是一个很大的讽刺 稍后我会详细讨论 令到导致整个星期来说 是跌了1.5% 因为是连续向下的 基本上它们已经是连续几天的向下 最大的跌幅就是在星期二 导致当日跌了231 7点 所以整个星期六导致跌了1.5% 标报物资数跌了3.8% 纳资打指数跌了1.2% 都是几个月来最大的单周跌幅 今天的拖展指数跌就是 这个新衣保法案难产之后 特朗普政府开河重了 其实这个新衣保法案 如果大家是加拿大人 所以你必须留意到这个新衣保法案 他的重点是要取消奥巴马政府 所持有官司的通过所谓的 所谓的医保法案 那个医保法案的最有特点就是 强制一些公司 帮顾员卖保险 也强制一些私人 或中下阶层卖保险 但是他们会提供一个导致的 由于提供导致 加起本来保费也有限制 不可以所謂可負擔衣補 即是要限制他們 不可以太昂貴 這令到保隱公司虧本 虧大本後他們會不提供 但美國政府要提供更多補貼 這會令政府財政負擔 是一億沉重的 現在未必最沉重的 可能十年之後還會沉重 所以赤字會上升 所以當特立法上升之後 共和黨一直想廢除舊有的奧巴馬健保醫保法 而提供新的醫保方案 但在提供過程中的問題 即是新的醫保法 無疑地一定會做出一個效果 就是會更加少人去投保 因為他不會再提供補貼 也不會強制人去買保險 你買不起 或者保費太貴買不起的話 你就不能買 你自己不買的話 很多人會喪失了那些醫保 這個就會引擎了一個問題 如果我原本可以買到一個醫保 但我現在買不起的話 我這個美國的 即是中下階層 我本來是因為有奧巴馬醫保法案 我可以買得起 為什麼買不起呢 我就會遷路於這些政客 那時候 那些政策就會想 那越多人買不起的話 那我得不得罪得他 這幫買不起醫保 而被遷路的人呢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這個法案這麼難 會有一個爭拗在這裡 如果你沒有這個問題的話 那些政客當然會說 你進來吧 你喜歡賣賣不買 不喜歡賣不買 我國父這麼貧窮的時候 我怎麼可以這樣做呢 那不就很直接的 但事實上就不是的 那所以為什麼呢 特朗普和共和黨人 在吵鬧了那麼久 都不敢 勘粗推這個新醫保法出來呢 就是因為這個前提 但是呢 因為 因為特朗普要上台之後呢 他一定要做一些事情 要做這個事情呢 第一樣做醫保 亦都是比較好 所謂的宣傳口號 或者政綱裡面 是最重要的話呢 那一定會做的時候呢 他迫著這次 就推出這個醫保法案出來 已經是在某程度上 將受影響的人數 減少了的了 因為仍然是 就是比較多的受影響 那根據一些估計 可能有1,400萬人 是要立刻沒有了醫保的 那麼這個受影響的人數 都挺令人震驚的 但是這個情況問題呢 這次的醫保法案 推不到過 不是因為這些 怕沒有了選票的共和黨人 因為他們已經預料了 問題是呢 這個新醫保法案 是得不到一些 更加保守的共和黨人的支持 因為他們覺得 還不夠徹底 因為政府開車 是經常減少 但是減幅不夠大 所以一定要求 將其他其他條款改變 令到更加 更加 不要那麼容易被人騙錢 那這個不保險的方法態度 就是會令到他們 少了開支 但是你也有限度的 因為共和黨裡面也不是鐵板 有左 就是有左派 或者是自由派 或者是保守派 或者是中間派 因為你越偏向某一方面的話 另外一批議員就說 那你就越來越搞大這件事 所以我又會不支持 所以特朗普和共和黨裡面 談了幾次之後 最後得出你的結論 都會說 就算了 那到底能不能得到通過呢 是沒有辦法得到通過的了 因為不可以順得過程失數二的情況之下 最後對國人就放棄了 放棄了後有什麼後果呢 放棄了後果呢 除了說現在的美國政府的預算赤字 是不會減少之外呢 那麼 實際上呢 可能在一個政綱上面 他們做不到實踐的政綱要做的事情之後呢 他們可能會失去面子 但實際上呢 在這個方面呢 實際上對政府運作來說 是不會直接影響的 因為你已經有一個奧巴馬醫保法在那裡 但是你推不倒它 你就被人落臉了 就是特朗普被人落臉了 反正有一個討價還價能力 在暗和黨裡面是越來越弱的時候呢 那麼下一步的政策 譬如說減稅 例如設計基建開支 例如說放寬監管等等 會不會受到影響了 那麼之前就拭目以待 所以呢 其實我覺得呢 整件事件來說呢 對特朗普來說呢 是衝擊 是一個未來施政困難的衝擊 但就不能實際上造成它會說 像是斃腳鴨一樣 因為呢 共和黨裡面也要很依靠它 去有些認識明星 是為了今次 未來美國的最下終期選舉 或者是下一步的選舉鋪路的 所以我相信呢 阿朗普未來的減稅那些措施呢 可能會較為 可能也會有很大的面對阻力 但也未必完全可以說 是沒有辦法做到的 因為減稅這個措施呢 是比較受到保守派的歡迎的 它們的阻力比較少的 當然啦 屬於自由派或者是一些中間派來講 可能它們要討價還價的能力了 但實際上未必是完全做不到 我覺得反而有樂觀地看 美國股市可能會因為這樣有一個調整 但也不會有一個大跌的 加拿大股市可能會有壓力 但也未必會造成一個很大嚴重的衝擊 我今個禮拜的分析就到這裡為止 我們下個禮拜就看到了另外一段時間 拜拜 喂 有油站啊 為什麼不進油啊 油燈已經亮亮了 兩個街口的油站便宜一點 我打算去那裡進的 蛤 你怎麼知道那裡便宜點 你才知道啊 去One Click Radio的網站就知道了 就是這麼容易啦 www.1clicksoeasy.com 每日即時更新大溫最低油價 而進去最新大溫油價專頁裡面 還可以掌握大溫不同地區的 最Up D 最底的油價 那就可以省錢入便宜啦 測完油價順便聽一clickradio的節目 Good idea 一clickradio 新在家國 心系香港 一clickradio radi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